近些年来呢除了和家团聚走亲访友之外 旅游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的过年方式 那综合几大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 预计今年春节假期 全国出游人次将会超过4亿 其中大约有700万人选择出境旅游 在旅游中体验别样的年味 业内人士也指出景区门票降价优惠 高铁开通航线增多 免签或者是落地签目的地增多等有利因素 有力助推国内民众的出游意愿 我们来看今天的星辰观察 2019年春节消费者旅游过大年更加流行 国内长线游市场呈现南北好风光 三亚 广州 丽江 大理 哈尔滨等目的地人气较高 碧含游 冰雪游 祈福游 乡村游等旅游主题 热度居高不下 其中2019年春节预定寺庙祈福游人次 同比去年上涨近5成 普陀山 乐山 峨眉山 少林寺等 成为国内人气较高的祈福游景区 门票以及旅游线路预定火爆 就是家人能够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 对 其实平安就是福嘛 庙会向来都是一道年味浓郁的文化大餐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预定庙会类旅游产品的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5% 其中一二线城市游客占比超过7成 来自上海 北京 深圳 广州等地游客 青睐庙会游 此外三人以上家庭出游占比达7成 何家欢成为春节旅游的亮点 不是说有一话叫做 来过苏州必须要游那个虎秋嘛 然后过来看看 特别好 新年新气象 然后虎头虎脑 祝大家新年快乐 此外今年春节期间 由于优惠举措不断 西部目的地将迎来 淡季不淡的火热景象 如甘肃全面推出 5A 4A景区优惠措施 而青海宁夏等地 也发布了全境优惠举措 新疆还特别开设了 坐着火车游新疆冬季旅游专列 方便游客前往卡纳斯游玩 出境游方面 数据显示 今年春节长假 预计将有超过4亿人次出游 其中出境游人次约700万 海外过春节 已经成为不少国人的选择 7天以上出境游人次 占比达42% 拼价游火爆 日本 泰国 澳大利亚 法国 土耳其等地 成为春节出境游热门目的地 其中日本和泰国 接连推出签证利好政策 进一步助推 两国春节期间的旅游热度 景色比较好 吃得也好 空气也好 价格也能接受 全家人处处乐乐呵呵地去玩一下 体验一下境外地过春节的气氛 2019年 在出境旅游持续火热的同时 人们的旅行方式 旅行理念开始悄然改变 年轻的旅游者会讲英语 了解外国文化 追求品质和个性 因此 出境自由性的需求在增长 对深度城市休闲 自然探索 户外运动 美食等个性体验需求 正在增加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9年旅游人数仍处增长态势 春节假日将较往年更火爆 相关报告显示 2019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60.6亿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5.6万亿元 春节期间 冰雪旅游 沿雪游等消费新趋势凸显 国内游增速将超过出境游 今年春节 国人预计可能花费超过5000亿元 在国内旅游上 业内人士指出 景区门票降价优惠 高铁开通 航线增多 免签或落地签目的地增多等有利因素 有利助推国内民众的出游意愿 在有效休闲时间收缩的同时 外出活动的慢径不断扩大 旅游在休闲活动的比重日渐上升 当前中国旅游经济正在进入品质旅游阶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